一个箱子,两个箱子,三个箱子,四个箱子,五个箱子 大家好,我是蓝蓝 孩子们在楼上上网课 他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课了 老公呢,张哥在那洗澡呢 就说我一个人安静下来了 然后跟大家聊会儿天 这两天发生了太多太多 有的时候真的,人生你会经历很多 首先呢,就是突如其来的这种变故 因为老大一直拖着不打这个疫苗 他想呢,月往后打 不疫苗半年的保值期吗 那他在英国待九个月 他就想在那边会安全 所以他一直拖着 可是他咱们也没有想到 就在他即将打疫苗的时候他感冒了 而且感冒了时间特别长 所以啊,今天下午他才打了第二针疫苗 也就是说还有两天就走了 他才刚刚好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 就大家都比较着急,比较焦虑 但越着急,好像越不好 就是啊,就心理压力挺大的 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老二也是啊 突然间真的就不吃东西了 前两天十一的时候还好好的 还能吃能喝 后来就不吃东西了 就一天啊,这老头晕 你不吃东西还不晕 结果哈,几片伸扎丸给救过来了 那几个大伸扎丸子啊,也是一个朋友啊 学中医的,他告诉的 然后吃了点其他的药 哎,立刻吃完了就吃饭了 今天也吃了很多,挺好的 所以呢,我们是,我跟张哥 我们两个人是干着急 就使不上进 所以俩人就较劲 他看我,我看他的 这两天就忙着哈 他们有好多衣服啊,被子啊 也想晒一晒,洗一洗 可是连着就下了六天雨 你看都赶在一块了 就老盼着赶紧晴天 好洗衣服啊,好带走啊 有的新买的衣服 你不得过一下水吗 因为听说英国那边老阴天啊 有雾不容易干什么的 哎,你看今天他就干了 天就晴了 洗完了马上就干了 就是人好像就真是这样啊 在一个低谷的时候 你就咬牙坚持住啊 很快他就柳暗花明了 今天天气好了 我的心情也立刻恢复了 又跟原来一样了哈 前两天真的很郁闷啊 然后也不想多说话 然后呢,我们家张哥还老找茬 今天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 就说到时候谁去送啊 因为我听朋友们说啊 在离别那刻特别难受 特别揪心 所以我不想啊 因为知道难过 那干嘛要去 后来我说我不去了行吗 他们说不行 你必须得去 还非得让我去 还非得让我体验那个 那个离别的那种 那种难受的滋味 但总而言之哈 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天的 这种煎熬哈 我真的是发现哈 人呐就是你孤零零的在这个世上 然后你还是一个人要走 谁都不能陪伴你 在世上的人 谁也不能给你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任何时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往前走 帮不了什么大忙 真的就是在这么纠结的这一个周哈 你想着身边的爱人哈 他能安慰你 他还烦呢 他怎么安慰你啊 孩子还有一大堆的事呢 所以哈 遇到再难的事情啊 就真的是得自己一个人咬牙哈 就是跪着哈 你得自己往前走 交托吧 当时我就想 那大不了就不出去呗 那如果还不好的话 那就出去就有一个那就出不去了 那只能这样面对了 你着急也没有用 所以遇到事情的话就坦然面对吧哈 该怎么样怎么样吧 想多了也没用 真的心态平和下来了 不把这些事当成事了 那也挺好的 也就释然了 就是说总结哈 两点 第一就是人谁都指不上 关键时刻谁都指不上 无论是大人孩子 还要靠自己的意念和信念哈 还有就是 第二就是 真的心态你得平和 平和下来以后哈 周围好像也就安静了 也就按部就班的 顺其自然了 很多时候你改变不了事实 什么都做不了 人在遇到事情 事情来了的时候 什么都改变不了 只能是去面对 顺其自然 好的结果就好 不好的也坦然面对 这几天哈 避免了好几场冲突 也是因为哈就是心态吧 挺重要的 如果要是那么火急马脸的哈 那可能干起来了哈 那孩子更不容易好 我们俩打的跟热摇似的 那孩子也焦虑哈 也不太好 这两天很高兴哈 有一个同学先到那边了 住的地方都看了视频 非常好 环境也很优美 然后温度也比我们这暖和 都挺好的 他们也收拾的差不多了 所有的该准备的都准备了 然后病也好了 然后这两天也考验了一下 两个人的男朋友哈 也真挺好的 我也挺高兴的 有一个请了年假 有一个也是请假 就陪着他们收拾东西啊 然后这样也 爱的力量下 孩子好得也快一些哈 哎呀 看了他们年轻人那种 谈情说爱哈 那种 就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哈 其实我跟张哥年轻时候也是 跟他们一样的 但是 随着时间的这种哈 然后呢 他就疲了可能哈 天算苦啦 不光是甜了 然后开始慢慢的哈 就都来了 挺好的 也许这就是生活吧 好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粉丝的一路陪伴 非常感谢